好的同学们我们继续我们的学习看一下第99题啊看一下第99题啊99题从开头就开始划线从第start啊后面一直划到it being什么什么啊我们同学发现那太好了这划线里面有一个being吧对吧对啊这个being肯定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吧肯定是错误的所以先把a划掉啊先把a划掉然后剩下的怎么办啊剩下的怎么办 我们看到b选项里面是什么呀b选项发现like the planet the stars对吧啊我们发现planets跟stars是可以进行对比的是可以进行对比的先把它留着吧先把它留着c选项啊注意这个like怎么样啊放到剧中是不可以举例子啊就是like啊不可能在剧中出现啊在剧中出现是不可能的只有可能是在剧手出现并且啊这道题号有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就是虽然和 但是放在一句话里面吧对吧啊这不是中文啊英文的虽然和但是是不可以放在一句话里面的啊所以c不对啊所以c不对那d选项啊d选项我们看一下as the planetas the planet好也就是说d选项的s如果放在剧手的话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表示作为的意思吧要作为的意思 那么作为什么什么他只能形容一个人啊他只能形容一个人而不能形容一个planet啊就不能形容一个东西啊也就是不能形容一个东西好一选项啊一选项同样的是什么呀一选项第一个是like吧也就是第一个是like啊第一个是like也就是说like在剧中是不对的啊一选项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错误 就是这个some of which啊some of which好老师讲过借词加which是可以的借词加which是可以的但是在借词的前面啊不能再出现任何的结构了不能再出现任何的结构了也就是说比如说什么each of which吧each of which啊什么some of which啊这种情况都是不对的也就是说借词加which啊前面只能只能是逗号啊不能再出现任何前面还能有任何的东西了 所以正确答案是B选项啊正确答案是B选项啊其实这道题考的还是比较啊也就是说能不能比啊也就是说like the planets the stars啊对吧这个时候这个是可以比的两个复数名词并且都是天体吧这个是可以比的同类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好我们看一下啊第一个啊不说了就是我们读都读出来逼应不对啊好我们看第二个也就是like跟unlike的比较句啊严格的对称结构啊严格的平行结构 也就是planets和stars啊是一个严格的平行结构第三个啊就是英语中啊虽然但是啊 although跟but although跟it不可以在同一个句子中出现啊虽然但是不可能放在同一个句子里第四个啊这道题的知识点还是比较琐碎啊第四个s放在句手只能是表示作为的意思啊只能是表示作为的意思那作为只能是人啊只能是人好第五个是like放在句中啊 like放在句中怎么样啊一定错吧一定错啊也就只能放在句手啊只能放在句手第六个就是someof which啊off which是可以的off which是可以的in which啊doing which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个前面还有一个成分啊someof which eachof which啊包括什么什么of which啊不管他是什么他前面不可以再有成分了啊不可以再有成分了好的我们看一下第一百题啊第一百题啊还没讲之前我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啊 答案是d啊答案是d也就是这是啊og里面唯一到带b应并且是正确答案的啊正确答案的题啊原因是这个人b应怎么怎么样也就是人的现在进行时被动做主语啊这个这种小概率事件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不要在这个上面花太多的时间啊这一百六十分之一的这个概率啊考试中根本就不会遇到的根本都不会遇到的好的但是在一百题当中我们可以再获得一些其他的启示啊 其他的启示 语法现在就是这个or啊这个or单独出现啊作为或者的时候他的用法啊参照and的也就是保持一个平行的结构就可以了啊保持一个平行的结构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到b选项这个or是单独出现的那么要平行的话他前面是mix对不对前面是mix后面是mixinterpreting啊mixinterpreting那前面是 do对吧前面是door doing那既然这个or是要参照and的话它是一个平行结构那显然b是不对的啊显然b是不对的好这条题啊也就是略讲一下啊就是这个being是做主语的情况啊现在进行时被动做主语啊这个老师说的都非常费劲啊好这这一百题啊大家只要知道第一个跟第二个啊第一个跟第二个就可以了因为or单独出现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多的啊还是比较多的啊 有同学可能会犯晕但是这个being这个问题啊尽管这只有这么一道题是对的啊尽管这道题是对的但是啊我们在考试中一概认为有being的答案全部是错误的啊全部是错误的好的这就是本小节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